丝绸之路 一条物与伦比的东西坊历史交流大道 一个让无数旅游者魂牵梦莹的旅程 在它的繁盛时期 勇敢的商队从中国的古都长安出发 穿越河西走廊 翻越村岭 到达欧洲 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一千六百多公里 占总里程的近四分之一 汇集无数历史遗珍和千姿百态地貌类型的甘肃 被誉为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 丝绸之路甘肃黄金段 东起甘肃天水平梁两大门户 途经兰州 武威 金昌 张业 九泉 嘉与关 西行到达敦煌 天水曾是中华民族繁衍圣兮 走向文明的摇篮 这里有福西的宗词 福西也被尊为华夏文明的缔造者 在这座形似农家麦舵的麦基山上 七千多个中国各个朝代的雕塑 能够让游客完整的饱览中国佛教艺术史和中国最精美的雕塑 神奇秀美空铜山 天下养生第一地 平梁空铜山风光秀丽 传说轩原皇帝在此向道家先祖广成子 请教治国之道和养生之术 兰州 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这里最令游客难忘的是总也吃不够的牛肉面 还有黄河岸边的琴枪戏和非常刺激的羊皮筏子 黄河九区 龙园多郊 中华民族的牧漆河在甘肃这片大地上呈现着不同的样态 京太黄河石林 气势磅礴的峡谷石林 与一里绵延的黄河驱流山水相依 涌进黄河三峡 千锋平立的丙陵石林 和精卫分明的高峡平湖造就黄河上游自然奇观 甘南 这是一片离中国内地最近的血域佛国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注定的邂逅 那么就让我们来到这里 在一世独立的佛寺和飞扬飘动的经贩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在跌宕齐扶的山脉和绿荫如海的草原间感受心灵的绽放 由兰州西行就进入了魂灵天下的河西走廊 汉时代的梁州就是现在的五威 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旅游标志 马踏飞燕在这里冲突 它就是中国传说中的天马 五威白塔寺 让我们知道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 芬芳浪漫的紫荆花海 和古老神秘的梨谦文化 让中国聂都金昌成为河西走廊上 最具浪漫色彩的旅游目的地 不忘奇连山头雪 错把甘州坐江南 这句古诗说的就是张燕 它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绿州 有入选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的张燕彩色丹霞地貌 还有亚洲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山丹马场 酒泉是中国古代飞天的故乡 现代航天的摇篮 这也是一座与酒结缘的城市 汉朝大将军获取病 把皇帝御赐的美酒倾倒在泉水中 与所有士兵共饮 从此戈壁有了酒泉 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旅 也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陪伴 沿着甘肃河西走廊一路西去 可以看到思路古道与万里长城 在嘉玉关的雪山长云下交汇 如果说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 那么墨高窟就是人类的文化圣殿 这是一座由七百多个洞窟 两千四百多个雕塑 四点五万平方米壁画 和五万多件敦煌遗书 构成的戈壁绿洲中的佛国天堂 穿越时空 回到两千年前 这里的每一块勤砖汉瓦 每一处关爱风水 都让我们真切地在同历史对话 威夷远行的沙漠驼队 永不干涸的月牙拳 奇幻宏大的亚丹地貌 无不震撼着我们的事业 激荡着我们的心弦 曾经的思路苦旅和艰难跋涉 已成为昨天的记忆 今天的思绸之路旅游 在现代化立体交通的支撑下 变得快捷方便 一步千年 一眼万里 无数海内外的游客 正沿着今天的思绸之路 肝肚旅游戏 肝肚旅 触摸历史 品味文化 感受风情 游历山水 古老的丝绸之路 它的魅力在于不同文化的交流 在于我们重新走上这条古道 体验这条古道 带给我们美的感受和美的历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